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這次回音比較早 差不多7點多就到了 所以我差不多整理一下8點 那我就在床上開心聽音樂 把整張專輯聽完 剛剛好睡覺時間 這個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比較好玩 就是11點的時候 有人在說夢話 有人在那裡 快快快快快 然後在那裡 李正 超好笑 真的是在說夢話 因為有人親眼看到就是他 講完這些話之後以為他出什麼事情 結果他就翻個身繼續打呼睡覺 那因為我們回音 所以要人員去驗尿 那我剛好被抽中 那這次驗的比較特別 不是什麼K他命啊 什麼二合一什麼東西的 這次驗的是大麻 哼 那驗完這個神奇的事蹟之後 我就掏過一節那個基本訓練 聽說他們基本訓練在那裡理證 都已經幾個禮拜還在那裡理證 那這整個早上一樣 老樣子就是拿著掃把聊天 那比較酷的事情是 有看到那個學長全身癱軟 就是他被扛回來 但是他是有意思的 但全身癱軟他就只能躺在床上 然後洞也就是有一些植物人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全身癱軟躺在床上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整個拖很久很久 大概快一個多小時兩個小時吧 就他就在那裡全身癱軟 然後也沒有什麼醫護主啊 要把它送到哪裡啊 然後過超久 那車才來 就不知道到底是效率 為什麼可以這麼高 午餐的時候我又去偷偷裝第二輪 因為我不想要等家菜時間 我就是衝 就是肚子餓就趕快去家這樣子 那好像有一點 算是有一點被抓包 但是我就這樣硬瞎掰 然後就是瞎掰過去 所以我就把第二輪開心的裝完 那我們整個下午都在練習CPR 就是跟那個安妮啪啪啪 然後有人在那裡聊天聊太大聲 然後又滑手機 然後就有排直星發瘋 就叫大家站起來排隊 就在那裡排隊 真的很無聊 還好我是在另外一邊 就是有分兩邊練習 那另外一邊的就是在那裡排隊 然後我們在那裡開心的看他們的排隊 呵呵 那麼就直接在那裡 真的是瘋狂排隊 我不知道那個排直星腦袋 還是抽金賽是怎麼樣 發瘋 在那裡鬼吼鬼叫 在那裡排隊 排三排 三個班 然後忽然又變四個班 又變三個班 就在那裡整大家 下午運動時間暖身的時候 就是有要開合跳100下 或是200下之類的 那開合跳呢 有人可能顧疾 或是我們腳受傷 膝蓋受傷 腳扭到之類的 他們就不能在那裡開合跳 他們就實施一個很神奇的暖身運動 就是抓奶運動 就是他們就這樣 真的是抓奶運動 他們就這樣子 然後等到我們開合跳100下 結束他們才 結束他們的抓奶運動 晚上吃飯時間 我們的排沒有任何幹部 只剩一個就是腳殘拜咖 因為他去車禍 所以就是沒有人帶我們上餐廳 所以他請另外一個排的人 幫我們帶上餐廳 那我們吃完飯呢 也沒有人帶我們下餐廳 就是一個可憐被拋棄的機械牌 沒有人帶我們上餐廳 跟下餐廳就算了 那我們的餐廳連菜都讓你吃不飽 就是你吃完一輪之後 你要加菜 沒有了 全部的菜都被掃空了 就跟黃窗過境一樣 所以晚上呢 大家就是瘋狂訂外食 然後吃泡麵之類的 就是又要自己客進買一些零食啊 那晚上洗澡 我們還是回到我們自己超爛浴室洗澡 就是那個水是忽冷忽熱 一下超冷一下超熱 然後洗到一半會完全沒有熱水 直接被冰水澡 那我們就在16度的超冷天氣 在那裡洗冰水澡 有夠讚 這一天早上一樣 我們又是拿著掃把 在寢室裡面聊天 那這一天就是更歡樂 就是有點像同樂會嘛 就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又開始各拿各的零食在那裡吃 因為就肚子餓嘛 早餐也沒有多少 所以就是各拿什麼王子麵啊 小小的餅乾啊 就那種米果之類的 日本米果 反正就大家這樣子吃吃吃 然後那個掃把 原本我們要掃寢室的那些灰塵啊 什麼垃圾的 那個整個笨斗 全部都是我們的人工垃圾 全部都是餅乾糖果的那個 那個包裝啊之類的 那我們要丟的時候比較酷 就是因為新竹風很大嘛 那剛拿出寢室 那所有的幾乎一大半的垃圾 全部都這樣飛 隨風飛 那你要撿也撿不到 因為那個風是這樣子 然後整個垃圾就亂飛 直接全部吹到火力臉 那可能因為我們太廢了 所以我們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刷油漆的部分 那刷油漆之前呢 我們要去把牆壁上面 有一些快要剝落的那種油漆啊 牆壁那種東西 全部把它吐下來 那我們就在開心的搓牆壁 然後把那個牆壁有的是一個一個洞 然後油的凹凸不平 名義上我們是在除臂啊 但其實我們只是把牆壁敲爛而已啊 那有個在旁邊玩打火機超好笑 就是他有打火機 啊有的打火機不是可以加油嗎 然後他又把整塊油帶來 他在那裡加油 然後他就把一頂油沾在手指上 然後他就頂火 然後就是火焰超高的 就比平常大火機火焰是這樣 他沾在手上那個是超高的 就是這樣 呼 超好笑 然後他就呼 然後就噔噔噔噔噔噔 然後就跑到旁邊去了 有個好笑 直接把手燒爛 那寢室裡面出現了一隻大蜘蛛 然後就是大家都在找大蜘蛛 因為他就這樣泡泡泡 然後躲起來 因為還蠻可怕 如果你睡覺睡到一半 然後大蜘蛛在你頭上 這其實還蠻可怕 所以大家就是用全力 然後在那裡把整個血板全部拖出來 把東西都找出來 結果還是沒有找到蜘蛛啊 反正就是這樣混了整個下午 這一天早上13度 超級冷 重點是新竹風又很強 所以就是 真的是爆炸冷 就是13度就算了 然後還有那種超強的風這樣吹過來 所以大家都沒有人在排隊 早上集合沒有人在排隊 全部都擠到後面 就是企鵝一樣 然後全部擠在一起這樣子 超好笑 然後等到那個直星走過來 我們才能 噔噔噔噔噔 趕快去排隊 我就覺得國軍很無聊 他們就只重視外表 外觀 就是任何事情都先講求外觀 看起來 哇好棒 光鮮亮麗這樣子 然後內在其實說亂七八糟 混亂 他們也很開心 高官看的也都很開心 只重視外表 所以你看穿衣服 那個脖子這樣子超冷 啊他們也只重視外觀這樣子 他不管你冷不冷 他就是只重視外觀 這天早上我直接吃了五個包子 超爽 因為一天的餐費好像才九十三塊 啊九十三塊 我吃了五個包子 其實就賺回一大半 早上七點四十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基本訓練 那我覺得基本訓練就很無聊 因為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他只有說 你差不多基本訓練兩個禮拜 你們就可以自由 就是那個時間就會取消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 每個禮拜都在做基本訓練 就很無聊 所以那裡李正嫂希敬禮 然後這個執行官就只做了可能十分鐘吧 五分鐘吧 十分鐘 就讓我們下去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只是做個樣子 又是做個外表 外觀看起來好像有在做事 但其實什麼都沒做 那麼又接著繼續刷U7 那原本我們有分組 就是有U7組 那我想說 原本我刷那個活動中心 整個外牆刷的還蠻開心 所以我們刷寢視的U7 我想說應該也還不錯吧 蠻好玩的 所以我就舉手 我說我要去U7組 那結果我也不知道分配 分配工作到底是怎麼分配 反正別人都去刷U7 結果我被分配到一個很芭樂的工作 叫做鋪報紙 鋪報紙手到底是在幹什麼 就是在大風裡面鋪報紙 要嘛報紙被吹走 然後風大就算了還下雨 那那個報紙就整個爛掉在那裡 完全沒有用 那U7這樣滴下來 一張報紙才這麼小 那麼走來走去 整個地板全部都是U7 我到底是要鋪什麼報紙 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的垃圾公差 重點是U7滴到地上 然後班長就說 U7滴到地上 有報紙手了 趕快去鋪報紙啊 這樣子 很無聊 所以我就後來我就是 死心算了 隨便 就演戲演一下 我就去拿那個報紙 然後鋪在地上 然後就變一坨爛掉的紙在那裡 他們也開心 軍中的掃具 就是品質都很爛 他們寧願買很多很多垃圾的掃具 也不願意買一些好一點的 可能比較用比較久的掃具 他們就不願意 他們就是一定要有那些數量 然後品質都不用 就是又是 又是外觀了 就是看起來 哇塞好多掃具喔 好棒喔 然後其實每一支拖兩下 有的裂開 有的斷掉 就真的是 有的炸開來 就根本不能用掃具 然後他們就是買得很開心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又是外觀了 那這一天午餐是什麼生日餐會 那上個月的生日餐會 可憐到不行 一人只有一口食物 吃不飽 那這次食物稍微有點多 就是多還蠻多的 那全部都是炸物 幾乎都是炸物啊 結果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超級不健康 全部都是炸物 然後旁邊有生菜沙拉這樣子 那還行 那重點是我們這次有發布丁跟飲料 就是一開罐的那種飲料 所以我就直接去A了三罐的飲料 我就在那裡重排重排 下午我們有那個連上的體能測驗 啊體能測驗大家都很緊張說 我們上個月測過了 到底要不要這個月再測 那我們直到最後一刻才發現 我們不用測體能測驗 因為我們都很怕跑那個3000公尺 因為真的是炸類 那到最後一刻 大家知道 然後大家都去掃地 然後我去拍到體能測驗工柴 那體能測驗工柴在做什麼呢 就是他們浮地庭身仰臥其中 我們就幫他移那個墊子啊 然後壓他的腳 然後去吹吹風 因為他們要跑3000公尺 我們去交通管制這樣子 晚餐的時候 我們有那個帶隊班長 一直點名 一直點人數 不知道在幹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是早吃完 然後排好人 就是第一批就可以先回去休息 因為有人晚吃完 那就第二批或第三批這樣子 那我們第一批人就是在外面已經排好隊了 然後他就在那裡一直點人數 然後點完可能又加1 然後他又再重點一次 然後又加可能加3 然後他又再重點一次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來回 然後東問西問 就拖超久 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就一直點 然後直到我們已經幾乎所有人都快到了 他才把他帶走 到底是要多久啊 晚上洗澡的時候還是一樣忽冷忽熱 那但是他的忽冷忽熱 我找到有一點規律 就是他的冷是一下冷 然後慢慢的變熱 然後再慢慢的變冷 他是一個固定的頻率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冷的時候你就可以衝衝腳 因為腳比較不怕冷 那你就可以衝衝腳 那熱的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洗到頭上 然後再讓他流下來 然後又冷的時候 然後再衝下面這樣子 就是還是要洗戰鬥澡啊 反正就是衝完 趕快摸完肥皂 然後就開始衝身體 就忽冷忽熱 你就是手就在車子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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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時候我們都還滿沮喪的 因為我們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戰哨 原本連掌是說 12點就可以放人 如果有戰哨的話 12點就可以放人 但是我們收到一個壞消息 就是我們的12點沒有了 只剩下16點 就是下午4點 就多了4個小時在營裡面的生活了 那 就連掌在那裡亂開支票 大家都有聽到說 他如果戰哨站得好的話 他會給我們邀兩12點的價 但其實在那裡亂開支票 最後實現不出來 就是不知道 他後面在那裡硬掰硬擠 是說什麼 12點是什麼榮譽價 啊什麼16點才是提早價 所以我們都在放提早價 然後8點 就隔天的8點是標準的價 所以我們都在放提早價 然後 所以就是連掌在那裡亂開支票 害大家都很開心 結果大家都很沮喪 這一天我早起30分鐘起床 就是5點半起床 因為大家6點起床 我5點半起床 我先去餐廳 自己一個人走去餐廳吃飯 因為我要站7點的哨 那7點的哨呢 其實還滿輕鬆的啦 那就是剛好我有一點下雨 所以穿著那個雨衣還滿保暖的 就風吹來不會太冷 那站在那裡其實也還滿輕鬆的 因為有另外一個學長 就在那裡站哨 然後就一直走過來跟我聊天 就是幾乎聊我們就聊一個多小時 後來換哨的時候 我又繼續聊半個小時這樣子 那那個學長還帶我們去 帶我啦 帶我去彈庫裡面參觀 哇賽就是一箱一箱的子彈這樣子 然後旁邊還有那種大炮的 炮就是炮彈啊這樣子 就是一整箱 有點像就是倉庫啦 彈庫就是倉庫 就這樣一箱一箱的木頭箱 這樣子排列整齊 還滿還滿酷的啦 就平常人不會看到的東西 那志願意的那個學長跟我聊天 就反正大概的內容就是 進來的時候就是國軍畫了一個大餅 大家都開心的簽進來 那其實做的事情跟前面畫的大餅 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就是越做越GG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想要逃離這個營區啦 然後他也是想要逃離這個營區 所以他們寧願付那個違約金 因為如果你簽就是簽四年 那你要提早走就是付違約金 他說好像就是幾個月的薪水這樣子 反正逃離營區還沒有那麼簡單 他們志願意簽完那個逃離營區的單子之後 那一張單子 可能還會被上面這樣扣留扣留 一層一層的上去吧 反正就是各拖各的時間 那這樣子上去慢慢上去 一層拖拖拖 到最後可能三四個月 甚至半年 才可以離開這個營區 才能逃離營區 就 還滿可憐的 七點的少爺我站到九點 那我直接又被派去另外公差 那公差叫做偽造文書公差 反正就是那些 評語 就是什麼高官寫給你的評語 全部都是假的 在那裡照抄 然後全部的人都在那裡偽造文書 反正就是 根本不是那個高官親筆寫的 全部都是我們在那裡手抄 那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剛好在T4組 世界足球杯嘛 然後有人就在那裡賭那個 賭錢 就是壓那個誰會贏啊 然後什麼分數啊 然後反正全部壓 到底誰會贏 然後壓分數 然後要來賺錢 反正他們壓的數字還滿高的 每次壓就是一萬塊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有那麼多錢 可以壓這些東西 反正就是一萬一萬這樣丟 然後他們也會分散風險 反正就是壓氏族的比賽 中午我們在睡覺的時候發生大地震 我們就這樣晃一下 還滿大力的晃一下 我們大家都以為是誰要上床睡覺了 就因為我們上床睡覺 那個床架其實還滿不穩的 所以你上床睡覺 就會這樣 然後晃一下這樣子 結果我們才發現 原來是地震喔 下午的社團課時間 因為也換了另外一個直星了 那這個直星也還滿chill的 反正就是 他只有給我們三個要求 第一個就是不要回寢室 第二個不要回寢室 第三個不要回寢室 反正我們就只有三個要求 不要回寢室啊 那所以大家就是開心在那裡滑手機 那結果 我才要剛滑 有一個 發瘋了 結果我床下面那個很熱血 過動而為的班長 他就直接叫我去 做另外一件事情 結果原本我要開心滑手機 我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重點是那個班長 記住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直接被點名了 所以 沒辦法不幫忙這樣子 因為他在那裡耍孩子氣說 不幫啊 不幫就算啊都不要幫啊 你在那裡耍孩子氣 所以我就算了 就去幫忙吧 那去幫忙幹什麼 把那個籃球架組裝起來 是還蠻浩大的工程 一大堆人 大概五個人吧 在那裡搬籃球架 有夠重了 那我們在組裝籃球架的時候 又被旁邊打羽毛的求人趕 就說欸不要站到場裡面啦 然後我們又被趕 然後我在組裝東西的時候 那個班長又說喔你在做什麼啦 然後他就把我趕走 然後又自己去用 結果我也不知道我在那裡幹什麼 就是好像裝飾品一樣 那我的疑問就是 為什麼這個不是在上課時間 就是早上 可能有一個工材 就是 組籃球架工材 因為我們在拆 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在上課時間 那他為什麼要用我們的下課休息時間 或是活動輕鬆的時間 來組裝這個東西呢 然後重點是 就沒有人願意 犧牲休息時間 來幫忙這個東西 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個班長就很急 前面這樣子亂七八糟就算了 結果他還給我們拖到吃飯時間 拖到吃飯時間 就是我們整個帶隊都被帶走 然後我們還要自己三人乘行 自己去走去餐廳 那還拖到我們吃飯時間 真的受不了 到底是在幹什麼 晚上洗澡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忽冷忽熱 這就算了 那重點是 我們的集合時間 直接提早了一個小時 因為原本他就說 喔我們標準應該是七點上課 我們之前八點集合 其實是因為什麼 我們洗澡啊 什麼排隊啊 剛好時間八點 現在直接變七點 就是先給我們福利 然後再把它收回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這天早上集合的時候 執行班長直接消失 就直接消失 我們都全部排好 時間到了全部排好 沒有執行班 我們是要跟誰報備這樣子 還滿好笑的 結果最後就是 有人去找執行班 然後他才默默下來說 OK 人數到齊 直接對上餐廳 這天早餐又很爛 就是又沒有包子 然後有人要吃粥也沒有粥 菜也都很少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餐廳到底在幹什麼 反正有一餐沒一餐的 就是一下食物爆炸多 然後大家都吃不完 一下又是全部都沒有食物 大家都吃土 所以這一天有一大半的人 直接衝去熱食部去買食物吃 他們就是買什麼紅茶啊 蛋餅啊 燒餅之類的 然後買一買也是一百塊這樣子 那整個早上我們都在保養槍支 那保養槍支就算了 我們原本坐在室內裡面 那 老養槍支我整個槍都拆開 擦完油 然後他忽然就說 走我們全部把槍組起來 我們要去到外面擦槍 在那個下雨天濕滑地板 我們在那邊鋪著軟墊 在地板上擦槍 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在那個戶外空間下著雨 然後地板濕滑 我們在地板上這樣擦槍 我們真的受不了 重點是我又把槍這樣拆開 然後要準備擦的時候 他又說 組槍 不知道那麼在耳機幹什麼 反正就是又挪到另外一個室內 因為好像說副連長說 我們在地上擦 看起來很難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反正我們又組了槍 然後走到另外一間教室裡面 去那裡繼續擦槍 反正我們最後到了那一間教室之後 我們就直接滑手機滑到中午 所以就算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幹什麼啦 那我們在那裡擦槍滑手機的時間 有人在那裡睡覺 就是有平常愛睡覺的那個 他叫做功夫胖 我們都叫他功夫胖 因為他就是chubby chubby 然後他都愛睡覺 然後一直被板掌點的那一種人 反正他這一天 因為沒有板掌點他 他直接睡到四角朝天 他就坐著板凳 那個長板凳喔 然後直接坐到四角朝天 那整個板凳這樣飛起來 就是反正整個人 真的連一次板凳直接往後倒 大家以為發生什麼事 大家就嚇了一跳 結果發現是功夫胖 在那裡睡覺睡到四角朝天 大家都笑翻 像這一天的午餐 雞腿又忽然爆炸多 爆炸多到 他們在那裡求你說 你要不要多夾幾塊雞腿 真的是雞腿吃到飽耶 所以我就夾了三塊雞腿 在那裡吃 那重點是那個烤盤 全部都還是雞腿 反正就肯定又是很多雞腿被丟掉 就不知道他們就有一餐沒一餐的 廚房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離營原本應該是十六點 就是下午四點 他又在那裡拖時間 又給我們延後離營 他就在那裡說大話 你看像延長 延長說的 他畫了餅就是說 我們準時離營 準時回營 根本沒有準時離營過啊 沒有準時離營過 就在那裡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一直拖時間 就是上面的人說的 跟下面的人做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反正我們就是延後離營啊 然後計程車司機在外面等 就一直在看我們靠北 我們就搭上去他就開始靠北 一路靠北到車站這樣子 真的是受不了